最近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你還記不記得有個社會新聞很聳動 我覺得外省的老伯伯 他不是那個 釘死自己的老婆嗎 這樣 我其實在想著說 一個人的老後 我們都會碰到 我現在一直想那個事情 就是如果我要茶館 如果我需要這個 比方說電子 氣切 氣費復甦 我現在思考的是 我怎麼告訴我兒子說我不要 所以一定要記得先親 對 然後還有夫妻之間 就你先有病痛的時候 我要怎麼照顧 或者是我有病痛的時候 我希望你怎麼照顧 我真的很不希望拖累他 搞不好拖累他他也受不了 還有小孩子要不要拖累他 可是這沒有用啊 因為你講好之後 我們還是會不忍心 當他沒有意識的狀態 像我爸爸沒有意識的狀態下 我們還是不忍心 還是會繼續持續這樣 他可以先簽他的那個 DMR 本人可以先表達清楚 對 那以後他這個 可以住寄在他的IC卡裡面 以後會住在IC卡裡面 這樣就不會 還好我爸沒簽 不然會因為 不然會因為 因為家屬的醫院而救 可能病人本身不願意 對啊 因為剛剛在講什麼 講說 我們現在才知道說 老人七八十歲的時候 在接受治療是很痛苦 他其實不願意 可是他未必能表達得出來 對不對 不能表達的時候 可是遇到一個問題是說 他現在不能表達 可是他的家屬又分兩派 對 一個要救一個不救 像你們家就很麻煩 像我們就很單純 對啊 就是像那個泰利那件事情 不過泰利他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是安樂死 解釋一下泰利好不好 解釋一下 就是說他是 應該是美國史上那個 把管插管最多次 他是一個職務人嘛 那因為他的先生跟他的父母啊 他們的意見是相持不下的 他的先生一直認為 就希望讓他安樂死 可是他的父母一直認為 希望讓女兒可以等待醫療奇蹟 所以他們就在司法訴訟打了很多場 一個要求申請安樂死 然後法官總的一個就是禁止令 然後就停止施行 又插回去 然後再去 再去就是這樣把管 插管把管 插了很多年的官司 這樣子折磨 對 那後來泰利呢 後來他終於死了 泰利站起來說我不要 對 不要再吵了 他終於死了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這個比較 那個是因為他是安樂死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可以活很久 如果你直接 泰利最後是安樂死 我記得他最後是安樂死 對 最後他是那個 是丈夫打贏了 對 拔出那個兵衛官司打贏了 應該最後他是安樂死的 就是說他們來來回回幾次之後 就是說因為他們的 爭點是他是安樂死 不像我們現在講的是 那種尊嚴死跟安寧死亡 尊嚴死講的是說 我已經知道他一定會末期 他是必然死亡的 這在台灣現在我可以 簽署放棄急救啊 或者甚至現在已經通過可以把管 台灣沒有安樂死 台灣沒有 所以除非你是末期 希望讓王小明 可是其實問一下蘇醫師 這個王家的人把王小明照顧到 完全沒有入窗 47年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 奇蹟耶 他15分鐘要抽一次痰 表示他沒有一次痰是誤 有失誤耶 是真的 一旦失誤他就會假死耶 可是你有沒有想想過 為什麼王小明的媽媽希望他安樂死 其實 他已經照顧到最後已經很累了 沒有 他覺得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啦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沒有看 一個一系列的廣告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 因為我們現在的醫療在進步 所以就是很多老爸爸跟老媽媽 心裡頭一個很大很大的負擔 我之前採訪過一個 重度的癲癇的小朋友的媽媽 他說我女兒現在已經三十幾歲 因為他是非常非常嚴重癲癇 他的癲癇是隨時可能發作那種 他說他甚至 比如說他出來參加我們這場記者會 他其實偷偷為他女兒安眠藥 他說為什麼 他說你知道嗎 我女兒可能連洗澡的時候 他都發作昏倒在內 有一次就撞傷這樣子 所以他是無時無刻不能離開他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他說 然後更慘的 更慘的是你知道嗎 醫療保險那些 他去參加忍受保險 沒有一個人要收他女兒的保單 因為他說高危險群 沒人要收 他說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不知道在我過去之後 誰要照顧他 照顧他 所以在他們心中最大的隱憂是 現在老爸爸老媽媽都能扛 可是將來他們怎麼辦 所以他們一直希望說 女兒三十七 媽媽表示媽媽也已經快七十了 對 他媽媽真的是帶著他到處走 不論女兒是去游泳去幹嘛 人家不願意進去的 反正我就賠嘛 我能賠就賠 問題是他能賠到誰時候 對 因為他是從高中就發病到現在 對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每個人都在憂慮說 這些重症兒童 長大變成老兒童的時候 誰來管 因為我們 通常我們跟爸爸媽媽 是我們永遠比他年輕 雖然還是難以有一個情況 是你可能會比他先走 可是他們都擔心我走了怎麼辦 所以現在是 他們為什麼很希望社會 要有一個責任 我想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之前我聽到一個女生 她其實還蠻年輕的 然後她講了一句話 我差點沒瘋掉 她說我一直在想 反正我媽跟我一個人一定要死 為什麼 因為她媽媽是精神疾病 那合併又有一些身體上的障礙 那你知道她本身身障就很難照顧 可是她又有精神障的障礙 所以以前在她爸爸還沒有過世之前 都是她爸爸在照顧 然後她爸爸照顧 其實也是心力交瘁 可是她爸爸就後來得了癌症 所以前幾年的時間 就是她媽媽先送完養院 然後她就照顧她癌症的爸爸 然後癌症爸爸過去了之後 還是有媽媽要照顧 那一共我所有賺的錢 都放在我媽媽的療癌院裡面了 那醫生 甚至連療癌院的人 都不希望她去接近她媽媽 因為她們評估覺得她已經 她們很怕她一時衝動 就對她媽媽做了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她甚至她去看的時候 她們都在旁邊跟著 蛤 真的 因為她們覺得 這樣的關係太緊張了 她可能情緒也有不穩 可能隨時都怎麼樣 這個就是為什麼台灣社會需要長照 對 她就說 反正我們兩個一定有一個人會先死吧 不是 我們兩個一定有一個要死 她她女兒把她媽媽做了這樣 傷害媽媽 因為她受不了 因為你想想看她已經照顧阿姨父 又幾年然後再來這樣子 她又不知道她什麼時候 而且這個女兒 如果媽媽走了這個女兒也老了 對 她的老後怎麼辦 也不知道怎麼辦 誰照顧 她也沒錢了 對 因為她所有的錢 每個月的錢都用 再付這個照護的機構的費用 因為她也不夠窮 她又剛好夠付 黃聖堅醫師不是有來上過我們節目嗎 然後她不是有出一本那個 所謂的臨終的那個 有關於要不要急救的那樣的書有沒有 對 我就放我家餐桌 反正我媽住我家 然後她就說 然後拿去 大家都拿去當枕頭電子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呢 因為總是會無聊嘛 她就翻那個書 她最近跟我講說 欸 基本上是誰要得到你 後來你都不要跟她擦 我會不會說 對 給你媽媽看 對 她自己看嘛 你看完你就會知道 你會做什麼選擇 真的 我們 要討論這些事情 對 就是 我媽連腳尾飯都跟我討論的 就是因為我大爺死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我大爺的腳尾飯 她也會碰到 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不一樣 比如說你認為 她不是愛吃那個 大爺要吃什麼 我們認為不對大爺好像要吃什麼 結果我媽媽最後出來 一語定江山 並不是說決定大爺要吃什麼 她說不要擦 我告訴你 你媽媽我拜要吃白菜雞 我說那 好 那大爺這個還是要拜什麼 她說不然就都拜 就不會遺漏嘛 都拜的不會遺漏嘛 你給她寄就好 我要吃白菜雞 白產雞 我去休息宣告 要給她拜白菜雞 她想吃白產雞 她想吃白產雞 很好笑喔 還不錯喔 好 好 那麼其實 病人要出國 坦白講也是工程浩大 蘇醫師你就帶過病友團體出國 對不對 我們是固定的每幾年兩年就會帶病人出國醫師 這個最主要用意是 很多病人得了癌症以後 其實她不太敢出國 甚至 要離家遠一點她都會有 不安感 對 那我覺得這個雖然過程的 籌劃過程很麻煩 但是卻我是覺得很有意義啦 所以我們大概每兩年就會辦一次 那就是要 比如說她需要輪椅 還有到對面的醫院 如果需要醫療照顧的時候 那如果她是輪椅 還要去訂特別的車子 你也了不起 因為這個很繁雜 我們出去的時候 就醫護人員嘛 那如果簡單的醫療 我們現場就有醫生了 除非需要去救醫 不過大致還好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出去的時候 狀況都還不錯 很開心 要病都回來就病 才病 也不會給大家麻煩對不對 對 對 真的 真的 那齁 切頭的時候 意志力都特別好 對啊 真的地下都不會發味 出去在 有時候在這裡 國內還不是很舒服 出去吃的比我還多 哈哈哈 心情好 心情好 而且大家都是病友嘛 對 互相支持 對 因為我最近就是說 像我們活到這種年紀 看到那個王老先生那個例子 我會特別注意那個養生村的 知識性 我以為你會把你太太 旁邊的那個武器都揉著 真的 把你家的地理 把你家的地理 把你家的地理做什麼 是我收啦 哈哈哈哈 我現在有發現齁 可是養生村也不容易 因為它有點貴 我問過那種 有要繳保證金 保證金 保證金有的要 好像淡水油要繳保證金 淡水油要繳保證金 要繳保證金 有的繳少一點繳450萬 蛤 有 兩個人 一個人450萬 如果你是夫妻兩個人 叫900萬 再來是 它不是900萬就算了 它一個月每個月還付2萬5 有的是3萬 一個人嗎 一個人 一個人月費 那貴的有600萬 保證金有600萬 最貴的有保證金900萬 好 那900萬那個我相信 那個服務的情況也不一樣 這樣 可是兩個人要1800萬 然後每個人一個月再付3萬 那不是從這錢去扣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一個人 沒有不是 保證金跟月費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死了這保證金怎麼辦 保證金退回 死了以後保證金 死了退給誰 這子女啊 他有沒有子女啊 他有沒有子女 就從這900萬去扣不是好了 蛤 沒有不行不行 因為他不知道你會活多久 如果夠不夠的時候該怎麼辦 你又沒有子女 對對對 後來後來賣他短 沒有其實有的是有的 有子女也會想要去住那裡 為什麼 因為好比方說我們這樣講好了 兩個人夫妻保證金 算一千五百萬好了 你現在去買一棟房子一千五百萬 然後你們兩個月費 差不多六萬到八萬左右 請問世衛 這兩個老先生老太太 每天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然後你可能還要找人來照顧你 或找人打掃 然後又很無聊 花費更高 在那邊有人可以聊天 會帶活動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剛剛講的是 講生活的照顧 我們剛剛講的是 這個生病的照顧 我們現在講老人生活的照顧 裡面有護士 每天來幫你療療血壓 對不對 看看你的這個 還有送你的飲食 他會幫你煮那種 對 準備好養飾餐 還有活動 還有活動 出爆攤 你要參加什麼活動都有 這樣固定的出去旅遊 出去旅遊 這樣 感覺上還可以 但是老實說也不便宜 如果你是那種九百萬的 兩個人要一千八百萬 這樣我放棄你太太 沒有 教長請問一下 如果住安養中心要多少錢 每一家的費用是不一樣的 你們這一家多少錢 我們這一家非常的 我們這一家的人非常的好 就是那個院長 因為他本來是開幼稚園的 所以他的基本的費用是兩萬塊 然後一根管子再加一千塊 什麼管子 一根管子 比方你有擦管 擦管 比方說鼻尾管 或者是尿管 對 一根管子加一千塊 兩萬塊 算不算貴 算很便宜 台中的價錢 算很便宜 台北 我們那時候出台北有時候是三萬多 算是還滿重度需要照顧的 可是你們的看護要跟著去對不對 不用 也不用 而且那邊有護士 就是有真正的護士 執照的護士 一般有兩個護士 這樣聽起來很便宜耶 很棒 中部真的是相對便宜 現在有一些那個 也有貴的 也有貴的 這個在中部也算便宜 就是很便宜的 不要跟台北比了 在中部也算便宜 這是因為我在台中 有認識一些醫生的朋友 那他們可能就是 有料多訊息 對 那這一家的我覺得 廣間播出就客滿了 對啊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需求 需要那個的話 真的可以來找我 或找我們公司 我真的很願意幫助大家 尤其台中地區的朋友 為什麼 因為這家還不是最便宜的 還有一個香港人來台中開喔 很妙 他是香港人 他來台中開愛養中心 他也照顧得很好 如果你跟他說 拜託你照顧他一下 他是需要補助的護 他一萬五他就收耶 而且不算另外的館 24小時住那裡嗎 對 真的太便宜了 他就是做善事 真的是做善事 可是我要提醒一個東西 就是事實上現在我們 可以跟你 如果真的大家照顧到很累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提供那種 喘息照護 大家可以詢問一下 當地的社會局或衛生署 就衛生所 衛生局 看你們合不合乎 申請喘息照護 真的可以讓自己休息一下 不用每天 現在已經好多了 現在比較好 他就看你產生的 幾等 對 然後你可以用幾個小時 他會告訴你 會 政府會派人來跟你照顧 對 要照顧幾個小時 讓你休息一下 對 你越重度他的小時越多 不用 那是政府負的 對 我而不是就是走 跨列殘障等級 對 私能等級 私能越多 你可以申請的時數會越高 這還不錯 對 他也可以到 他也可以進到醫院的系統 從此 上班族薪水十年不漲 卻有八成的人 不敢向老闆提加薪 景氣復蘇 老闆還是說沒賺錢 怎麼辦 如何掌握加薪機會 擺脫窮忙一族 今天晚上十一點 請收看新聞 哇 哇 哇